谈了几年的前女友在被某副歌看上之后 果断把我这个纯爱战士给一脚踹了 如今的他有各种名牌傍身 举手投足间都在展现自己的优越 被昔日的同学众心捧跃 他借同学会之名举办豪华游艇派对 嘲讽我只配当什么下等人百般羞辱也就罢了 居然还敢大言不惭地说这艘豪华游艇是他的 分明是我老婆的好不好这我忍不了了 你咋这么能吹呢 这分明是我老婆的私人游艇船长 给老子返航否则开除你 接到同学会的邀约时我才结束一个宴席晚会 寻思也有几年没见老同学了也没拒绝 当我来到约定地点发现是在搜游艇上时 我还挺诧异的 轻车熟路的登上游艇推开一层的大厅玻璃 静止走了进去 最先发现我的是坐在吧台后边调酒的中年男人 他很惊讶你是处生 我瞅着他也很眼熟瞅了半天才认出来 呀这家伙不就是我的宿舍长大虎吗 你这是 他瞅见我身着碗里浮林口上还打着蝴蝶结 整个服务生的打扮愣了几秒才笑出声 楚生你出息了 毕业混了几年混上游艇服务生了 说话有些难听在嘲讽 我没有说话微微皱起眉头看了眼自己的打扮 哟 楚生是你啊 想不到咱们老同学相聚 你是来给我们服务的 哈哈哈哈 大虎的那一句鄙夷的嘲讽 吸引了大厅中的其他人注意 此刻我是所有人的焦点了 我也扫试了一圈大家的衣服都很休闲 反观我是碗里浮确实格格不入 向服务生 听着他们的嘲笑看着他们眼中的讥讽 我的内心非常平静 为什么习惯了呗 当年读书那会儿家里出了点意外 所以我没多少生活费就连学费也是自己挣的 除了上课外我的其他时间 不是在做这个兼职就是做那个兼职 垃圾桶我都翻过 所以在大部分同学眼中 我不是打工仔就是垃圾楼 反正是为了钱啥都能干的 现在我来这里当服务员 倒也非常符合他们对我的刻板印象 反正也瞧不起我看见我表情平淡没变化 有个别喜欢看我笑话的忍不住了 他们喜欢把我踩在脚下 有个身材壮瘦的大汉静止走过来 一把搂住我的肩膀 把全部的体重压在我的身上 试图在我脸上找出一丝窘迫和难看 不过我依旧没反应 这家伙我忘记叫啥了 当年是一个素舍的特招体育生 为人形式非常莽撞 没有礼貌也就罢了 还不会尊重人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还是这个死样子没变 可能是见我被压着 想到当年一巴掌就能把你撂倒 现在居然这么坚挺呢 看来这些年你没少干这些长时间站着的活 所以下盘才这么稳吧 哈哈哈哈 其他的同学们当然能听出来 他是借此嘲讽我 顿时也是引发了哄堂大笑 呀怎么不说话呢 你该不会生气了吧 见我没有说话 他重重拍了两下我的后背 你也太小气了吧 楚生 你这样小心 我投诉你扣你工资啊 哈哈大家都是老同学 不要太完不起了 我则是更无语了 楚生你过来 吧台后边的大虎把我给叫了过去 打断我到嘴边的反驳 也懒得理会那家伙了 你是这里的服务生 你会弄调酒的吧 那剩下交给你了 一定要服务好老同学们啊 我本以为他不会那么势利眼 至少能说一句其他的 没想到也是这么理所应当的 把我当成服务生了 我简直是一整个大无语 把他塞到我手里的调酒杯 放在桌子上 淡淡说不好意思 我不会调酒 你怎么可能不会啊 大虎一阵表情 有些不耐烦的不爽了 你不是这里的服务生吗 你 大虎呀 你也别太为难处生了 你见过会调酒的服务生吗 一个轻尿的嗓音响起 吸引了整个大厅内 所有人的注意 只见通往二层的楼梯上 先出现一双红色高跟鞋 发出清脆的声音走下 然后是细嫩又白的大长腿 见状我内心一沉 有些无语的抗拒 那个讨厌的人出现了 咱们处生虽然是游艇的服务生 但今天也是来参加聚会的老同学嘛 还请大家不要太为难他了 张安妮踩着红色高跟鞋 深披淡青色的旗袍 一头微卷的乌黑长发 披肩散落 整个气质非常精致 和有韵味不见当年的青色 摆着恶努的小蛮腰 那曲线简直了 是个男的 看见了都一不开目光 甚至有个别 在暗暗地咽着口水 毕业几年过来 他比读书时代还会打扮自己 充分把自己的闪光点 给展现出来 叫一众女同学 比起都黯然失色 毫无疑问了 今夜的张安妮 将会是所有人的焦点 和讨论的对象 而我则是对比的差别 是其他人眼中 比翼不屑的普通服务生 兜兜 他踩着清脆的高跟鞋 走到了我的眼前 掀起一阵叫人心仰的香风 冲我露出一抹倾笑 微微抬起白嫩的手背 楚生好久不见呀 我瞅着他伸来的手背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眼中是藏不住的厌恶 我和他根本没有 扩别数年后 已就识那般叙旧的必要 见我不为所动 甚至有些反感 张安妮的笑容 有了一次凝固 先前试图打压 我的家伙又来了 跟个舔狗似的 跳出来巴巴 楚生你什么意思啊 安妮和你打招呼 没看见什么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 如果不是安妮 你以为你能来这里吗 我也不怕得罪你 直说了 你出现在这里 就是拉低了我们的档次 当年那件事情 闹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你 对了 瞅着他巴巴不止的样子 我突然想起来 他是谁了 名字不提了 叫他舔狗哥吧 张安妮是我上大学时的初恋 而他明知道 他有男朋友了 还跟个哈巴狗似的 贴上去开铁 当初就把我给恶心坏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他还是不忘初心啊 这辈子就当只舔狗伴你 话说回来 当初我和张安妮分手 闹得动静很难看 非常不愉快 知道有位富二代 对他有点意思后 立刻就塑造自己的单身人设 把我这个正牌男友 给诬陷成变态跟踪狂 偷拍了他不少私密照 以此 想要挟才不得已和我走得近 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形象 引发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 而我自然也成了全校师生们 口诛笔伐的变态跟踪狂 处处不被待见 我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 我所说的话 也没有人可以佐证 就这么被舆论单方面地判了死刑 不仅被学校记大过和被处分 险些就被开除 把这辈子给毁了 好在我平日里做的兼职 有不少是帮助他人的 学校这才愿意给我一次 改过自新的机会 前提是 我不能靠近女同学了 我几乎是被整个学校 几千师生给孤立了 现在的我 已经忘记了那段黑暗的时期 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只知道 把我害成这样的人 不仅没有遭到应有的报应 此刻还光鲜亮丽地 站在我的眼前 呵呵 此刻的我能压制住 内心的怒火 没给他两巴掌 看他还发不发颠 就已经是我有素质了 居然还想要我和他握手 像是就是那般笑语欢声 别来恶心我了好吧 幸不幸给你两巴掌啊 哎 提起当年的事情 我就有些压抑不行 本来是不想来什么同学聚会的 因为也不是同学 可是经不住我老婆 天天搁我耳边念叨 叫我说什么也要来 没办法我比较听老婆的话 大概一个星期前 有位老同学联系上了我 给我发了张同学聚会的邀请 我本来没有兴趣 要撕烂的 没想到被我老婆徐琳娜 一把给抢了过去看 呀 这不是咱家的杨帆启航 游艇俱乐部吗 看见聚会地点 他笑得合不拢嘴 抱着我说 你的老同学 这么照顾咱家的生意 你作为主人 怎么可以不去 你一定要去听到了没有 他大手一挥非常地大气 此次的消费老公 你尽管造老婆给买单 你只管享受好吧 我要让你在 老同学们的眼前 出尽风头 找了个这么贤惠 又懂事的老婆 哇哈哈 我哪敢拒绝呀 只能服从老婆大人的安排了 想起我的大小姐徐琳娜 我就忍不住 轻轻地温柔发笑 内心软得跟棉花似的 你小子在笑什么 看见我冲着张安妮 露出这种温柔的笑容 舔狗哥一下子就急了 他认为 我是在冒犯她的女神 直接撸起袖子 狠狠瞪着我 就连张安妮也微皱起了柳眉 呵 不好意思 你们先不要急 我只是想起我的老婆而已 我冲他们礼貌地微笑 你的老婆 张安妮愣了一下 看见我左手无名纸上 佩戴的戒指 突然抿着嘴吃笑了声 哟 楚生 你结婚了呀 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知道和老同学们说说吗 舔狗哥急忙闲言表现 拉财我一下 你个当服务生的 居然也能结婚 你的戒指 不会是地摊货假的吧 你老婆也挺可怜的 嫁给你 啊 边上有位女同学 发出声音 是当年和张安妮 一个宿舍的姐妹 也是吃笑出声 我没看错的话 这个戒指是卡地亚的吧 你一个服务生 怎么可能买得起 十几万的婚件 看来 她微微眯起了眼 那意思是不言而喻了 哈哈 我突然想起来了 楚生 你以前也喜欢送我 这些地摊货 看起来和真的 没有区别的假货 虽然不是说 非要花那么多钱 买正品 至少也是一份心意 不是 况且对方 还是你的老婆 嘖嘖 有多少钱 就办多少事吗 楚生 你没必要这么伤害 一个女孩子的心 她如果知道是假的 那该有多伤心啊 张安妮 也在言语上 比一计讽我 而我听着只觉得好笑 反而还想把这句话 原封不动地还给她 到底谁爱慕虚荣 自己心里没数儿吗 说起来 我的家庭挺英识的 如果没有经历过 那次巨变 生活在不愁吃穿的环境中 我对什么顶级奢侈品 没有概念 我家买菜阿姨 去菜市场那 都是开的奔驰和宝马 我能对奢侈品 有什么概念呀 那不过是一堆 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哪怕是现在 和老婆结婚了 我们对奢侈品 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更加地注重适用性 而不是花十几万买回来 放在那给当供着 当初我给老婆 制定求婚计划时 偶然间发现 她在商场中 一则广告语 吸引了注意力 那是卡蒂亚钻戒的广告语 一生的承诺仪式的情缘 卡蒂亚钻戒 见证独一无二的幸福承诺 她虽然什么都没说 可我还是默默记下来了 后面找到卡蒂亚的设计部门 为我们定制婚戒 相比起张安妮嘛 她的家庭出身比较普通 不能说爱慕虚荣 至少也是喜欢攀比 对各种奢侈品 那是如数家真的 无数次在明里暗里的 叫我给她买 只要我不如她的愿 轻则冷暴力 重则断连 让我找不到她 当时我家里 已经遭遇重大危机了 我连学费 都是自己去翻垃圾桶挣的 哪有这么多钱给她买啊 我就疯狂地做兼职 找实习接项目 可以说为了哄她开心 我已经用尽了浑身解数 却也还是没能抓住她的心 她成为某位副歌怀中女人 永远忘不掉 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嘲讽我 不过是个想吃 天鹅肉的癞蛤蟆 也不撒抛尿罩罩 打肿脸充胖子 送的东西都是地摊货假的 我回过神来 发现他们眼中 对我的鄙夷更甚了 也懒得解释什么 笑笑说 我老婆不会介意的 阿楚生你好下头啊 你让我感到恶心 听见我的回答 她宿舍的姐妹 不也厌恶地说 你居然用这种 骗一个女孩子的心 以前就知道你喜欢装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你还是这么喜欢 装倒了大媒啊 嫁给你下头男 好了 别说了张安妮 故作样子的拉住那姐妹 叹了口气说 你这么说话 真的很伤人自尊心的好不好 虽然我们现在的阶级不一样了 但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很努力地活着 用假货换来一颗真心 不也是她的本事吗 哈哈 好好好这么说话是吧 我真想过去给她两巴掌 看她还发不发颠 搁着阴阳怪气谁呢 是啊 可不嘛 这里是豪华游艇 哎她处生在这里当服务生 接触到的那可都是社会名流 给她们当狗腿子 说不定 正都不比我们少 那甜狗哥又开始显眼了 这叫其他人也好奇了起来 纷纷追问我 当服务生能赚多少 被她们当猴儿师地耍 说实话我是挺不爽的 不是很多 月薪能开到不低于两万 加上杂七杂八的服务费提成 保守估计类似级别的服务生 至少能拿超过三万 只要不出行就是休息时间 如果还要算上 时不时得到的小费和打赏事 开酒点餐等 不包含在服务费的其他收入 说实话 这群搁着看笑话的人 自诩为白领精英的家伙们 赚得不一定能比他们口中 低人一等的服务生多多少 回过神来迎着那群看笑话的人 单单说到 挣得不算多四五万应该有你们呢 对了 如果你们想来当服务生 我可以给你们介绍 这个工作不是你们想就能做的 我还真不是在瞧不起他们 能够担当这种级别的游艇服务生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这群人还真一个都配不上 不可能 楚生 你搁着吹什么牛呢 舔狗哥第一个表示不信 不懈的冷喝说道 你一个破服务生 也能挣四五万 吃屎吧你 瞅他这个嘴脸 就差把服务生低人一等 老子就是比你优越 给打在脸上了 不幸就算了被 我也懒得和他们解释 毕竟阶级确实不一样 他们也接触不到这种圈子 在他们的理解中 不论什么服务生 那就是服务生 低人一等被瞧不起的 是伺候别人的底层职业 也是可以被随时取代 毫无价值的职业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问题是 这里的服务生 乃是豪华游艇上的 能够出入这种级别游艇的人 那能是社会中的普通人吗 无疑不是各个阶级的超级大人物 能够在这里工作的服务生 最低要求 那都是刘过阳的高材生 需要精通四国语言 好服务来自不同国家 各个阶层的商人或者大佬 反观在场的各位 哪个不是来自野鸡大学啊 连来这里当扫地清洁工 那都没有资格配不上 而且我没有继续往下说了 他们自然是认为我编不出话来了 纷纷不也厌恶地讥讽出声 我的妈呀 楚生啊 你怎么还是那么下头啊 你以前就喜欢说谎 没想到现在还 狗改不了吃屎 这句话真没错 当年你谎话连篇 说你和安妮才是一对时 你给害了啊 倒也是能理解哈 这么多年没有见了 安妮还是那么的漂亮 你曾经用那么卑劣的手段 压迫安妮和你在一起 现在自然还想装大一把狼了 哈哈 泽泽 死要面子活受罪 说的就是你 瞧瞧你那身世晚礼服 廉价感满满 你可真是下头 嗨 所以才说阶级不同嘛 咱们游艇聚会 主打一个休闲 她反倒装模作样穿礼服 扑斥 喂喂 你们这么说话就过分了呀 此刻出来说话的是 这次同学聚会的组织者 也是邀请我的人 当然也是张安妮的追求者之一 看似在维护我 实则也是在拉踩我 这有什么好笑的 楚生同学不偷不抢 凭自己本事当上服务生 来给我们做服务的 你们这么说他 小心他一气之下跑了 那谁给我们提供服务啊 你们说是吧 哈哈 是啊 说的没错 那楚生同学 不好意思了 这一句话 叫所有人哄堂大笑 言语更是讥讽的阴阳怪气 而我则是无奈地轻叹了声 说实话 他们这么说我 我没有生一点气啊 不是我能认 我也不是忍者神贵 反而是为他们感到悲哀 像集了一群井底之蛙 自诩为高人一等的可怜虫 想不到当年最不靠谱 最没有担当的楚生同学 居然会这么早的结婚 说说呗 你和你老婆是怎么认识的 她是干什么的 也是个服务生吗 看似过来和我拉关系 实则还是在挖苦我 而我也没有放心上 认真的回答说 我们两家可以算是试交吧 她独立的早 投资的产业也挺多的 比如我们脚下这艘游艇 和杨帆启航俱乐部 就是我的老婆的产业啊 哈哈 此话一出 整个游艇大厅的人先是一愣 然后爆发出哄堂大笑 全像在看傻子似的看着我 就连张安妮他们 也在用看神经病的眼神 厌恶地打量着我 什么时候吹牛都不打草口了 楚生 你知道这艘游艇多少钱吗 还杨帆启航是你老婆 我告诉你 这艘游艇不是私人的 你不会真把自己给当回事了吧 嗨 我就说嘛 不要叫他来了 不少人也在议论讥讽 搞得好像 我再次就很拉低他们的身价似的 这艘游艇不过3000万美金 很贵嘛 港内艇的太阳神级游艇才较贵 花了差不多7000万美金定做的 那也不过是我和老婆杜蜜月时开的 其他时候都停在港内不动 我依旧是认真的回答 表情没有意思开玩笑 反倒是引起了他们更加讥讽的冷嘲 好大的口气啊 3000万美金 你知道概念吗 还7000万美金的都不开 楚生 你的精神受什么刺激了 当初的班长这是发话了 一脸担忧的看着我 从包里抽出一块钱 这钱不多 你赶紧拿着 去精神病院瞧瞧吧 脑子有病 你要早点治 用最温柔的语气 说出最讥讽的话 引发众人大笑 说大话也不怕人笑掉大哑 舔狗哥又跳出来了 他是一点都不会放过 拉抬我吹捧张安妮的机会啊 我告诉你 如果没有安妮 你怕是连碰这艘游艇的机会都没有 更不要说踩在游艇上 到服务生了 大家也都是托了他的服务 从才有机会在这里 你居然说这艘游艇是你老婆 还巨巨三千万美金 笑死我了 瞅你看见班长那一块钱的眼神 你很心动是吧 这样我再给你一块 赶紧滚 别影响我们大家的心情 说着 他掏出钱包来 找来找去没找到一块钱 用最不舍的表情 抽出最小的面额五块钱递给我 又引发了众人大笑 我开始有些不爽了 皱起了眉头瞅着他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你 舔狗哥没想到我会反驳 一下子就急眼了 张安妮这时出来当合适佬了 好了 大家几年不见 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 不管怎么说 大家也都是同学嘛 而且 这也不完全是我的功劳了 是多亏了我的男朋友 找了不少关系 才定道的说着 他故作羞涩的聊了下头发 引起不少同学的羡慕眼神 哇哦 你男朋友好有钱啊 对你还好好 订这么豪华的游艇 一定花不少钱吧 也没多少了 好像是按小时算的 我记得他说过 好像 一个小时也就两万美金 一个小时 两万美金 大厅内的所有人 再次震惊的倒吸其口凉气 纷纷对张安妮 投去羡慕极度的目光 这可把他给虚荣的嘴角 都快压不下去了 无形中不仅秀了恩爱 还彰显了男友力的强大 他非常享受这般虚荣 舔狗哥有点酸了 说话都有些阴阳怪气了 是啊 安妮的男朋友 可是华庆娱乐的总经理 这点钱算什么 华庆娱乐 听见这句话我有些争助 原来张安妮现在的男朋友 是华庆娱乐的总经理苏健啊 听见了没有楚声 这艘游艇是安妮的男朋友 苏总花两万美金租下来的 好吧 什么你老婆的 吹牛也不打草稿 有兵就得拘置好吧 听着他们还在拉彩嘲讽 我有些不爽吧 先前苏健租的游艇 根本不是这艘好吧 是我老婆知道后 为了给我撑面子 这才掉这艘游艇出来的 张安妮也真是脸大 自己男朋友订的什么船 不清楚吗 居然也敢面不改色的 收下这份虚荣 真想过去给他一巴掌 看他的脸皮有没有这么厚 我也没有惯着他们 迎着众人讥讽的眼神 直言说 你们别巴巴了好吧 实话告诉你们 那位苏总定的根本不是游艇 而是现在八个人的小船 按小时计算的话 也就几百块 是我老婆见你们这群 不要脸的家伙来的比较多 所以主动把这艘游艇 给让出来了 什么两万美金 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啊 最后这句话 我几乎是贴脸嘲讽张安妮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 楚生 你该不会急了吧 郑主愣住了 那群舔狗先急了 纷纷不悦的瞪着我 有个别更是扬言 要把我给丢下船 你们该不会真的以为 两万美金 可以租到这种规格的游艇吧 我告诉你们 这艘游艇全长285英尺 相当于85米长 悠游泳池和室内酒吧 KTV 电影厅等娱乐设施 只要你们能想到的 这艘游艇上几乎都有 两万美金不可能租到 多加一位数或许可以谈 你们不信 也可以去百度看看啊 众人先是一正 他们确实没想到 这种话 居然能从我嘴里蹦出来 而最后那一句 你们不信可以去百度 几乎是绝杀 所有人爆发出哗然大笑 个别更是笑得 直不起腰来了 看着我的眼神更加的小丑 哈哈 你们听到了吗 他说不信可以去百度 喽 这可把他给厉害的 怕不也是百度来的吧 哈哈 楚生 你不要丢人了好不好 怪尴尬的 有些老同学听不下去了 建议我不如自己先走吧 这里已经容不下我了 他们也表示不会投诉我 一定不会扣我工资的 不用在这里 为了在昔日的女神眼前 打肿脸装胖子 你真的好下头爱 为什么会这么虚荣啊 撒这种谎话 会让你很开心吗 你该不会 也不是这里的服务生 这身衣服只是在商场借的 一会儿要还回去吧 该不会下一秒 嫂子就从大门那进来 叫你下落 啊不是 楚生 听着那群女同学在讥讽我 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 我既生起又无语 真想过去给他们挤 巴掌 张安妮此时说话了 轻笑着抿了抿嘴 用看傻子般的眼神 略有些怜悯中 又透露着无比的优越感 我说楚生 你知道游艇是什么吗 那是有钱人才能玩的东西 你毕业到今天 也有几年了吧 我告诉你 即便你月薪有几万 一天24小时不吃不喝 你从秦始皇登基打工到今天 你怕是连个卫生间也买不起 有些玩笑啊 说说就好了 大家也是认识多年同学 不会当真的 可要是你自己当真了 精神病院都救不了你好好 这么说话是吧 我更加的无语了 正要说些什么 出航时间准备到了 船长此刻走进来 打断了他们对我的嘲弄 他一眼在人群中看见了我 完全没理会被众星捧月般的张安妮 静止走过来恭敬地问我 楚先生 时间到了 可以出航了吗 我现在心情很差 本来想把他们给赶下船 什么同学聚会 老子嫌恶心 不过一想到 家里那位千叮咛万嘱咐 一定要我参加 让他好好给我长脸时的兴奋样子 我不由扎了扎嘴 如果我取消了 相信他会很失望吧 算了 那就依他一次 出航吧 你开船吧 按照制定好的航线走 在场的所有人笑容都凝固了 而船长连看他们一眼都没有 静止走向驾驶舱方向 什么 我听错了吗 居然叫他楚先生 回过神来 他们不可思议地面面相去 船长毕恭毕敬地叫他楚先生 这艘游艇该不会真是 有个别人面色开始难看 什么 你们在讲什么 不可能的好吧 楚生你们还不了解吗 读书纳会尔连生活费都没有 我见过他好几次去翻垃圾桶 这才毕业多少年啊 买得起这种规格的游艇 好吧 也说不定啊 这小子长得白白净净 说不定是棒上富婆了呢 众人开始议论纷纷 有个别更是暗戳戳地说 爱你们说 如果这艘游艇 真是楚生的 那安妮的男朋友 定的到底是那艘船呢 不会真像他说的 是搜现在八个人的小船吧 听着这些议论声 张安妮的脸色再逐渐难看了 那舔狗哥又跳出来了 哪能见到女神受委屈啊 美好气地瞪眼 呵斥那群议论的人 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 全给老子闭嘴 楚生在发神经 你们也当真 他是这里的服务生 对这艘船很了解 不过分吧 船长和他自然也是同事了 那么 他叫船长配合他演场戏 在我们眼前下半 装个逼 好让安妮对他倾慕 满足他低级又恶心的虚荣 不奇怪吧 原来如此 立刻就有人接话了 恍然大悟道 我就说嘛 当年连吃的都是 翻垃圾桶的家伙 现在怎么可能翻身做人了 楚生 你也老大不小了 怎么还是喜欢满嘴谎话啊 就像当年你居然说是安妮陷害你 如果不是我们眼睛明亮 怕是要冤枉安妮了 你压就一满嘴跑火车 没句真话的小人嘴脸 你开这种玩笑 过分了 果然安妮说的没错 你小子不仅虚荣 还有妄想症 不论是当年说的话 还是现在说的 都是那么的离谱 没有可信度 你把我们当傻子了是吗 本来念在同学一场 想给你留个情面的 现在 你小子 等着被投诉 扣工资吧 不能说是一呼百应 至少也八方呼应了 我怎么又被千夫所指了 他们现在你言我一语的样子 像即当年 他们给校领导说谎做伪证 是我纠缠张安妮不放 用各种肮脏手段威迫她 我才是那个十恶不赦 嘴里没有一句真话的家伙 我现在简直可笑至极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群家伙的嘴脸 依旧是那么的丑陋 真下头啊 爱你们说 楚生不会真的脑子有问题吧 太可怜了吧 你是第一天认识她吗 她脑子有问题 当年不就很明显了 这小子有妄想症了 有挺是她老婆的 要我说就不该邀请她来 这哪是来看笑话的 完全是来恶心我们的 你们别看我啊 发现同学们向自己投来目光 负责组织同学集会的人慌了 赶紧表示邀请我来 完全是张安妮的意思 她也是无奈 安妮啊 你未免也太善良了吧 当年发生那种事情之后 你居然还能原谅她 提起当年那件事情 我本来就挺火大了 现在更火大了 眼间大家都站在她这边说话 张安妮那股优越感又来了 挑起下巴说 楚生啊 不是我说你 大家同学一场 你没必要搞得这么难看啊 当年我都原谅你了 你现在没必要做这种事情 我听不下去了 直接打断她的话 不用说了 我懂你意思了 既然你们如此不待见我 搞得自己很委屈式的 那我走好吧 这样 这次的聚会 也取消了吧 取消 有些男同学笑出声了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说取消就取消 你真以为是给你脸了是吧 没错没错 装模作样的真叫人下头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什么吹牛大王 谁不知道你做这些事情 只是想引起安妮的注意啊 当年 我懒得理会这些议论声吗 抄起挂在墙壁的对讲机 对驾驶舱的船长说 我是楚生 我现在要求你 立即返航了 船长争了一杀 犹豫的说 楚先生 不太好吧 航线已经 我知道他为什么会犹豫 因为这次的航线 是我老婆制定的 作为船长他不能出错 严格意义来说 我老婆徐琳娜才是他的老板 不能因为我是老板的老公 就随便来 见船长没有立即回应 那舔狗哥又跳出来了 自以为是拆穿我的把戏 得意冷嘲 哎呦 怎么了 装不下去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要求返航就返航 你知道船长这么做 会损失多少钱吗 搁着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嗨 楚生 你就别丢人现眼了 你可以为难自己 但不要为难船长 我们都知道 你脑子有病 不少人也在敷衍讥笑 而对讲机那头的船长 也听见了 老板的老公被这么嘲讽了 他要是处理不好 那可是要丢工作的呀 两头为难的他 选择折中的办法 请示上边的意思后再做回答 对话中断 那群小姐妹见状 更是冷嘲了 阴阳怪气的 哎呦 想不到我们的楚先生 还挺有面子的呀 船长居然还会配合你演戏 可惜呀 演技太拙劣了 看着真叫人反感 众人再次哄堂大笑 戏内的看着我 仿佛在看挑良小丑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刚才不是很能说吗 现在谎言要被拆穿了 你开始急了 舔狗哥见我没有说话 又过来贴脸嘲讽了 而我则是反感不已 垂落在身侧的右手 轻轻颤动了下 正准备给他一巴掌 看他还发布发电视 楚先生 我请示过许总了 现在更改航线计划 这就为您返航对讲机中 响起船长的声音 打断了大厅中众人的冷言讥讽 他们全都争住了 辛苦了 我回应了句 便放下了对讲机 哎不是 那群小姐妹 有些急眼跳脚了 指着我的鼻子大骂 楚生 你在做什么 骗人骗到这种程度过分了 什么畜生行为 你真的好下头啊 有你这种同学 真是到了八辈子大美 好你个楚生啊 舔狗哥皱着眉头 极其厌恶地看着我 说 这艘游艇是安妮男朋友预定的 你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 搞这种东西 你搁着耍什么威风啊 信不信我把你给丢下船 不管我说的真假 他们现在是真的生气了 见这群曾经的同学 都用不爽和厌恶的眼神瞪着我 我内心突然为我老婆感到不值 简直太可笑了 他是为了照顾到我的面子 好好在这群昔日的同学眼前 处处风头 所以才把这艘游艇给掉了过来 现在好了 风头我是出了 人人喊打和过街老鼠没区别 光鲜亮丽的贺彩和虚荣 全被张安妮给半路截胡了 他是怎么心安理得的 享受这一切不属于他的东西 我强压着骂人的怒火 咬着牙说 你们算什么东西 还想把我丢下船 他妈这艘船是我老婆的 要丢也是把你们给丢下去 一群给脸不要脸的玩意儿 这句话直接把舆论给引诈了 所有人都不可置信的怒瞪着我 呵斥的 楚生 你怎么说话的 被拆除了脑羞成怒 你知道这艘船是谁的吗 那是杨帆启航游艇俱乐部的 照你这么说说 总裁还能是你老婆不成 你少他妈搁着吹牛了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配吗 同学一场 我真不想骂你 你知道杨帆启航游艇俱乐部的总裁是谁吗 我告诉你 她叫徐琳娜 是徐氏投资集团的千金小姐 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继任了家族产业 成为福布斯女富豪榜上 是最年轻的企业家 你算什么东西 一个服务生 叶佩 哎呀 你居然知道我老婆是谁 听见他们能说出我老婆的背景 说实话我是挺惊讶的 徐琳娜平日非常低调 连力行董事会都鲜少参加 更不要说接受媒体采访或者抛头露面了 外界很多人也都不知道杨帆启航游艇俱乐部 是徐氏投资集团为幕后金主 而能知道这一层身份的 在社会中的地位也肯定不低 以我对这小子的了解 根本没有可能接触到 这么多的幕后消息 至少是目前来说 除非 你是我徐氏的员工 什么你的徐氏 那小子一脸无语却又非常自豪 冷笑 你说对了 我是徐氏的员工 在旗下某部门 担任一个小小的主管部门主管啊 那可不是小小的 至少引发了不少女同学羡慕的精华声 他也非常的得意 什么小主管年薪几百万啊 哇 没想到你混得这么好 没有几百万 扣完税就一百出头他谦虚的白白手 非常享受被恭维的样子 哇 现在我们班属你最牛了 一毕业就进入徐氏这样的大集团 发展不错嘛 怎么样老同学 我这边也小有成绩 你那边有合适的位置给我跳槽不 我可以直接带着几个项目作为投名状啊 嗨 大家同学一场 不要讲这种话 这样吧 他拍拍胸脯 非常自信的说 过段时间 我们可能对外扩招 到时候你给我几份简历 我给你内推 保证可以进入徐氏 此话一出 他顿时成了全场焦点 所有人都过去拍马屁了 反倒是把我给晾住了 正好 我也懒得和他们多说废话了 他们的话题也没放在访航上了 毕竟都以为我是在说大话装逼呢 当我有病不与理会就好 人群渐渐的散开了 张安妮又重新成为人群焦点 因为他说 他穿了剑 很性感的泳衣 在一群男同学的起哄和簇拥下 他们转移了第二战场 来到顶层的露天吧台和游泳池边上 就当他们三俩成群 开始胡吹牛逼时 突然有人意识到不对了 看 你们发现了吗 游艇好像在掉头 这是要返航了吗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张安妮 披上一件玉京挡住性感的泳衣 冲下来立声质问我 楚生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游艇返航了 我们不过开了个玩笑 你还真和船长串通好了 你非要和我过不去是吗 楚生 你过分了 说你两句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赶紧和船长停止这么荒谬的行为 否则我一定会投诉你 扣你工资 别到时候连工作都丢了 再说我们这群老同学不给你面子欺负你 好几个人都情绪激动的怒斥我 我则是淡淡的抬起眼 说 你们哥这狗叫什么 你们不是让我滚吗 好啊 我现在让游艇返航 你们怎么又急了 我不是和你们说了吗 这艘游艇是我老婆的 我老婆就是杨帆启航的幕后金主 我自己的东西怎么做轮得到你们指手画脚 哈哈 楚生 你真的疯了 舔狗哥也急眼了 狠狠的瞪着我 咬着牙说 你在一想什么 不过是说了句徐氏投资集团的千金 你还真就我魔证上了 真以为是你的老婆了 那我还说 我是你爹呢 你怎么不叫我爸呢 听见他这么一说 我整个人直接就炸了 这群人给脸不要脸 真把自己倒回事了是吧 我二话不说 直接冲过去 给舔狗哥一个大嘴巴子 没说他了 其他闻须而来的老同学 也都傻眼了 在他们印象中 我是个很老实 情绪很稳定 鲜少会获人起冲突的 然而现在 他们却见我情绪失控的一面 你敢打我 舔狗哥本来就急眼了 现在被当着女神的面被打了 一下子整个表情争鸣了起来 冲过来就要和我动手 别冲动 冷静 冷静 那群老同学见状 急忙上去拉住他 而他则是面目猙獰的 死死的瞪着我 我情绪比较激动 却没怎么生气 冷冷的注视着宛如疯狗似的舔狗哥 你小子嘴巴给老子放干净点 撒开我 撒开我 舔狗哥还在奋力挣扎 那群老同学也有些不知所措 为难的左右看了眼 最后反问沉着脸的张安妮 安妮 怎么回事啊 游艇怎么往回开了 发生什么了 是啊 不是说海上派对吗 这不是台出港口没多远吗 我还打算钓鲨鱼呢 安妮 这艘船不是你男朋友包的吗 船长怎么不听你的话 反倒是听楚生的 你们听见这些人在七嘴八舌 话中有话的在质疑自己 张安妮脸都涨红了 你们在胡说什么 这艘游艇就是我家苏总包下来的 不要听楚生乱说好不好 是吗 那怎么 她说的话和事实有些偏差了 加上我神色淡定一点都不慌张 不论她怎么说都无法打消这些人的猜疑了 她的小姐妹见状也是急眼了 指着我的鼻子怒骂那群制一张安妮的老同学 语气非常的咄咄逼人 你们这些人啊可真是白眼狼啊 安妮对你们怎么样你们不知道吗 花了那么多的钱 窜动了这么大的局 你们听说有免费的游艇可以享受 像狗闻到时一样屁颠屁颠就来了 现在不过是出了点小问题 游艇需要返航 你们非但不理解 反而怀疑起来了 那你们怎么不去质疑处生啊 一群小脑发育不完全的家伙们 喂 你说话就说话 人身攻击就过分了 不少老同学有些羞愧了 话虽然难听却也是事实没错 在他们言语冲突之际 舔狗哥也冷静了下来 我发现张安妮偷偷的给了她一个眼神 前一秒还在怨恨瞪着我的舔狗哥 下一秒就心领神会的 朝着吧台那边走过去 我对时警觉起来 呵斥 你想做什么 是我想问你做什么才对 张安妮站出来 给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舔狗哥打掩护 楚生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立刻和船长沟通掉头 继续保持原定的航线 否则 没有否则 我不耐烦的挥手打断 这艘船不是你们原先预定的 你要保持原定的计划 那就等回到港口 换上你们预定的小船出发 楚生 你怎么还这么说话啊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是不是有病啊 那些人又开始不爽的责骂我了 怎么这么小气啊 不过是开了的玩笑 至于把事情搞成这样吗 非要把大家搞得不开心 你才甘心吗 真的好下头啊 你是在为当年那件事情报复吗 所以今晚才一直在拆安妮的台 楚生 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 是啊楚生 你这么做 不怕没了工作吗 你今晚出了口气 报复了安妮 那又能怎么样吗 你顶破了天 你也不过是个服务生 反观安妮的男朋友呢 那可是华庆娱乐的总经理啊 妥妥的人上人啊 踩你跟踩蚂蚁似的 哐当 在我被众人言语讨伐之时 一声清脆的破裂声突兀响起 所有人立刻闻声望去 只有我脸色微变 倒吸了口凉气 只见甜狗哥抓着瓶红酒 松开了手 哐当 红酒摔在地板碎裂一地 浓郁的酒香瞬间蔓延 暗红色的液体也在地板上流淌 哎呀 不好意思 我手滑了 我嘴角狠狠一抽 这瓶酒是路易十六时代酿造的原浆 勾兑出来的稀有级红酒 价值百万美金 你小子 等着赔吧 赔 哈哈 楚生 你真的疯了 一瓶勾兑出来的蒲 淘汁百万美金 甜狗哥不屑的冷笑 在酒柜上抄起另一瓶酒 再次上演手滑的举动 哎呀 不要意思 我又不小心手滑了 当瓶子碎裂泛起浓郁的酒香时 我整个眼角在疯狂颤动 你给我住手 你还是打我一顿吧 你摔的这些酒 他妈老子有钱也买不来第二瓶 我冲过去想要阻止他 没想到其他同学出脚伴我 一个个全都在看笑话式的冷笑 哐当 这一次 甜狗哥 玩了把大的 直接把酒柜上的十几瓶红酒都给砸了 我抄 你知道这一整个酒柜 花了老子多少钱吗 千万都打不住 美金啊 US 刀乐 我快要情绪失控了 那是我老婆的珍藏 没想到他诚心相待 这群白眼狼却以如此行为回报 我真的很为老婆的善意感到不值 这群人他妈就是一群低贱的蠢货 根本不值得我如此付出 看见我如此失态的情绪激动 有个别理性老同学有些慌了 纷纷叫住要继续砸东西的甜狗哥 有话好好说 你也冷静点好吗 砸烂这些东西 你也是要赔的 我赔 你在开什么玩笑 他颠着手中架着十个豆不又起的调酒器 冷笑 要赔也是他处生赔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他是这里的服务生 没有起到自己的责任 为什么要把责任推给我这么一个 来做客的客人呢 没错 这些是处生的责任和我们没有关系 他是来服务我们的服务生 他没有起到自己的责任罢了 怂恿甜狗哥这么做的 自然就是他张安妮了 现在他非常满意这种情况 至于我口中什么US刀了 那不过是神经病的一响 被女神表扬了 甜狗的尾巴更翘了 干脆握着价值十个德不又的调酒器 走到我眼前贴脸嘲讽 怎么了 真把东西当你家的了 你在急什么 还是说 你害怕了 没想到装个逼 事态失控成这样 你害怕赔不起啊 那我就不和你客气了 让你多赔点 让你好好长长记性 在我的慌张注视中 他抄起调酒器 用力的砸向不远处的古朴钢琴 崩裂的碎片 把几个女同学吓得尖叫 而我整个人都快麻了 那是被多芬弹奏过的 真正的有价无事 再多的钱也买不到 你玩完了 不把你送进监狱包吃包住 老子他妈后半辈子和你姓 你还在狗叫什么啊 张安妮听不下去 我这么说了 直接过来给我一巴掌 张嘴闭嘴前前前 你小子掉进前眼里了是吗 我也告诉你 不把你送进精神病院 那就白下我们这么多年的同学情分 你真的病得不紧啊楚生 侧脸火辣辣的疼 我脑瓜子嗡嗡的 我居然被打了 这你马能忍 我直接怒然而起 瞪着张安妮就要还手 她被我突然的面目争鸣给吓到了 其他同学见状 赶紧过来摁住了我 别冲动 楚子哥 别冲动啊 楚生 你想干什么 张安妮被吓得后退了几步 喘着粗气瞪着我 咿咿咿咿的在叫唤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赶紧停止你这种行为 否则我们还继续砸 你到时候赔不起 也得老底坐穿 这都是因为你 是你责任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这和我有关系吗 砸东西是我逼着你们砸的吗 这里有监控 你说话可要想清楚了 我建议你们 最好商量一下 损坏的东西怎么赔偿 否则你们在这里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全他妈都跑不掉 妈的 老子不完了 什么狗屁同学 你们都等着包吃包住吧 话音刚落 他们才发现 这里有五六个摄像头 全都在对准着他们 把所有发生的一切 都录制了下来 舔狗哥见状一下子就急了 利索地拆掉了一个摄像头 我被他的智商整无语了 难道他不知道 这年头的摄像头 是时时云同步的吗 拆摄像头有什么用啊 有本事直接杀人灭口碑 你 从来都是他们嘲讽我 现在轮到我不客气了 他们居然一时语测 不知该如何反驳 哎 这事和我没关系啊 我全程没有说什么过重的话 我也没参与他们进行砸东西 有第一个撇清关系的 就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就连张安妮的小姐妹们 也是举起手后退 一脸无辜的模样 表示和他们没有关系 见原本站在自己身边的人 正在逐渐和自己撇清关系 张安妮的脸色 也有些绷不住了 不用怕 有我男朋友在 你砸多少我都赔得起 你放心 不管出什么事 我男朋友都可以解决 我就不信了 这艘破游艇上 有什么东西这么值钱 不过是他一张嘴巴在吹 你们反倒是当真害怕了 好 听见女神这么说话 舔狗哥也是不犹豫了 直接火力全开 把能砸的东西全给砸了 什么看起来之前 他就砸什么 我也从一开始的动怒 到后来的麻木 我已经不生气了 有啥好生气的 最后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有的是他们跪在地上哭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话了 害怕了是吗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你现在跪下来求我 还来得及听见张安妮小人 得知的模样 我面无表情的诞声说 我希望你可以记住你说的话 你男朋友可以赔得起 好好好 又被我反驳回来 张安妮有些气急败坏的跺脚 好 我已经给你机会了 不用和他客气了 尽管砸吧 他都这么不要脸了 那我们何必和他客气 舔狗哥文言 砸得更兴奋了 果然女神的力量还是蛮大的 很快 游艇在一片混乱的打杂声中 缓缓驶入了港口 我已经提前吩咐船长 把工作人员都给叫了过来 此刻 港口中乌泱泱站着几十号人 全部统一的黑色西装 压迫感非常的强烈 当游艇停靠之后 他们走进来看见 装饰奢华的游艇内部 已经是一脸狼藉了 纵然他们接受过素质培养 此刻也是有些失了态 纷纷倒吸气一大口凉气 不敢说话 给我停止 负责人吩咐几个工作人员 一把姜在发店的舔口哥抓住 张安妮见状 立刻冲上去对负责人抱怨 你在搞什么 不对惹射的人动手 抓无辜的人干什么 他是你们的员工吗 你不知道他多么没有素质 这里的一切都是他砸的 他才是挑起事端的人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你们扬帆启航的员工 都这么没素质吗 我告诉你 这次的尾款 我们不会付了 一切的损失 找他 和我们没有关系 负责人面无表情的 听他乱扣帽子 从始至终都没有看不他一眼 静止走到我的面前 恭恭敬敬地弯了下腰 抱歉了楚先生 是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安排 才会引发这一场闹剧 给您造成不快了 老板也知道此事了 在赶来的路上 他吩咐我们 不论你要做什么 我们都配合 我点了点头 冲着张安妮他们说 那就麻烦你 把这群无辜的人 给请到他们 原本预定的那艘船吧 只要不是瞎子和傻子 这个时候 都会意识到不对劲了 欲言又止的复杂目光 频频在我和张安妮之间打亮 不可能吧 难不成 楚生真的是 我也有点怀疑了 如果他只是服务员 不至于这么多人 配合他这么玩吧 除非 斯 会不会 他说的就是实话 那个什么 徐氏投资集团的千金 真是他的老婆 哎 你说话 那位说 自己在徐氏投资 担任部门主管的人 现在被其他人纷纷追问 你是部门主管 对吧 那你应该见过大 Boss吧 他的老公 你至少也听过什么吧 他现在面色铁青又阴沉 全身都在发抖 说不出话了 你们在干什么 放开我 你们这样是在羞辱我 是在玷污啊 两位身材壮硕的工作人员 一把将张安妮 给架起来往外走 他挣扎着尖声大叫 来人啊 快报警了 杨帆启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 非理我啊 然而 不论他怎么折腾 一个弱女子 同学也被工作人员往下赶了 一个个黑着脸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没有理会他们 静止往外走 瞥了眼宛如死狗般 被抓住的甜狗哥 说 我也不用定损了 所有的东西加起来 你给赔个五千万美金 也应该够了 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我给你打个五折 不用客气 怎么可能 你们在开什么玩笑 这艘船怎么可能是我男朋友 张安妮在岸边 指着工作人员破口大骂 说什么他们联合起来欺负人 后边走出来的同学也看见了 张安妮指着的那艘小破亭 和后边这艘 又大又宽敞 还豪华的比起来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已经不能说是 尽险寒酸了 而是根本没有可比性 而张安妮完全不顾形象的 在破口大骂了 我走过去 瞅了眼那小艇 说是现做八个人 其实七个人就已经很紧了 我嘖嘖的阴阳怪气 看来有人被骗了呀 两万美金 租了个这么玩意儿 那个谁 冲着边上的工作人员 自问自答 我记得这个小艇 包市也就两千块钱吧 怎么会有两万美金呢 赶紧查一查 是谁吃回扣了 败坏我杨帆启航的名声 那工作人员立即会议 点头哈腰的 表示会立刻去调查 而张安妮能绑上大款 也不是靠他傻白甜 也还是有点脑子的 当即就听出来 我话里有话在嘲讽他呢 瞅着其他同学们 各一头来的目光 他一下子恼羞成怒了 啊 你们在欺负人 你们这群狼狈为奸的家伙 联合起来欺负我 这么个弱女子是吧 好好好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我会投诉你们的 我一定会投诉你们的 让你们丢掉工作啊 啊 等着 我叫我男朋友 来为我主持公道 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吗 那可是华庆娱乐的 他在放狠话叫嚣着 掏出手机 拨打出了个电话 什么 你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很好 快来 你的小宝贝都快被欺负哭了 呜呜 好委屈 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 分为突然压抑的可怕 众人那是各怀心思啊 张安妮挂断电话后 用一种居高临下的鄙夷 厌恶地瞪着我 出声 你死定了 你玩完了 我男朋友是杨帆启航的高级 BIP 你得罪了他 呵呵后边在冷笑 也让我死到零头的模样 行吧 我不以为然地耸奸 那就竟待好戏了 很快啊 一辆银色的麦巴赫 进入了港口的这边 上边下来个挺着大肚子的中年男人 他西装革履 精神头十足 气势汹汹地快不过来 你们在干什么 放开我的小宝贝 哎呀 看见给自己撑腰的人来了 张安妮一改刚才的撒泼模样 冲过去扑入他怀中 阴阴阴地撒娇 老公 你可算来了 他们欺负我 呜呜 没错 来的这个男人 正是华庆娱乐的总经理 苏健 小宝贝 不要怕 有我在 是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欺负你啊 就是他 张安妮的先鲜欲指 绕过人群指向了我 控诉到 他联合起这些人欺负我 叫我在同学眼前 颜面尽失啊 本来开开心心的一个聚会 对他搞成这个样子 以后还叫我 怎么抬起的头见人啊 呜呜呜 你不用见人了 你已经是个见人了 我也没和他客气 直接冷笑出声 气得苏健一下子就炸了 你在狗叫时 当眼中闪烁怒火 看见我的一刹那 整张脸色瞬间大变 完全不见了前一秒的寒怒争鸣 老公 你怎么了 快点骂他 快帮我骂他 见苏健没有继续动作 张安妮一下子急了 有些慌 我嘴角微笑着 看着苏健 而他在冷汗直流的狂烟口水 颤抖着声 你刚才说 是谁欺负你 就是他啊 张安妮再次指向我 嘴里骂骂咧咧 我和你说啊 这个人讨厌得很了 以前我们是大学同学 他利用某些不光彩的手段 逼迫我和他谈恋爱 不然的话就毁了我 呜呜呜 害得我知道现在都还有阴影啊 本以为几年不见 可以冲淡我们之间的误会 没想到他那么的记仇 让我出了这么大的球 我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苏健直接立声打断张安妮的 虚空所敌 有些气愤的在颤抖 怒瞪着他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怎么可能会这么做 你脑子没问题吧 啊 张安妮有些争重 他难以置信的瞪大双眼 没想到一向宠溺自己的苏健 此刻居然会这么凶自己 顿时更加委屈了 什么叫我脑子有问题啊 分明是他脑子有问题好不好 你不信可以问其他人啊 他们都可以作证的 不论是当年还是现在 全都是他处生在作妖 他就是一畜生啊 话还没说完 苏健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楚先生说的没错 你以后不用贱人了 你已经是个贱人了 你 你 你居然敢打我 在场的所有人顿时鸭雀无声 我抿了名嘴 有些无语的失笑 苏老板 你动手打人 这不好吧 苏健吓得一震 急忙快不过来 啰嗦地冲着我弯腰道歉 对不起楚先生 如果他冒犯了你 你尽管冲我撒气 不要太为难他 老公 你在做什么 此刻 张安妮已经傻眼了 你闭嘴 苏健狠瞪了眼过去 竟然勉强地笑起来 比哭都难看 那什么 原来楚先生和我女朋友 在大学时 话还没说完 我直接开口打断 别 别 不要给我扣这种帽子 我根本配不上你女朋友 好吧 在他的眼里 我是人吗 我就一变态好吧 此话一出 苏健吓得脸都白了 差点没站稳地跌在地 这里边有什么误会吧 据我所知 安妮不是这样的人 而且不是楚先生配不上 是他配不上您才对 一根毛都不配的那种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像徐小姐那般人物 才能配的楚先生 啊 徐小姐 徐氏投资集团的千金 我抄 不会把他还真 此刻 众人顿时爆发哗然的 窃窃私语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以前的宿舍长 大虎 跳出来压压乱叫了 他读书那会儿 经常去捡垃圾吃 怎么可能有渠道 接触到徐氏千金 那种级别的人物啊 其他人也在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远远超出了 在他们的认知范围 有什么不可能 这很奇怪吗 我楚家和徐家乃是诗教 当年不过是我老爸操作失误 导致公司出了点问题 我自力更生 捡垃圾吃又怎么了 后来我老爸挺过危机了 家里的事业也做起来 但我养成的习惯也改不掉了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上下学有劳斯莱斯接送的我 真的是你们口中 捡垃圾吃的乞丐吧 M 说出这句话的我 也是有些绷不住了 也不知道当年在学校 我翻垃圾桶 找塑料瓶去卖了换钱 被编排成什么样子的了 哇 那些同学们都傻眼了 这情况不太对啊 为什么觉得有些无法 理解啊 世人都觉着 我老公配不上我 实际是我配不上我老公 他们楚家的产业 比我们徐家厉害多了 你们真的不会以为 低调就是一无是处吧 一声清朗的寒怒女声 在后边响起 我顿时大喜的扭头望去 老婆 你来了 能不来吗 老公在外边被欺负成这样子 我的老婆徐丽娜 身着定制的职业西装 踩着高跟鞋 快步走到我的身边 把精英的女王气质 他则双手插兜目光凌冽地扫尸过众人 告诉我 刚才是谁在欺负我老公 他听见船长发来的语音 整个人都快气炸了 这才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环视了一圈 发现有个家伙 在低着头颤颤巍巍 根本不敢看他的心虚模样 踩着高跟鞋静止走过去 你也有份 是吧 徐 徐总 我 这小子 就是徐氏投资集团的部门主管 他当然认识上面的大boss 快吓死了 算了老婆 别为男这小子了 好歹也是你集团的员工呢 我拉了一把徐琳娜 他反倒是来了劲 你是哪个部门呢 他咄咄嗦嗦地颤抖 我是负责外接项目的部门主管 外接项目 徐琳娜嫌弃地撇嘴 就是那个干啥都啥不行 报销最积极的外接部门 好的 我知道了 过几天人事会找你 你的部门这几年业绩不达标 连续亏损大批资金 已经决定把你们整体裁掉了 建议你现在就物色新的工作机会 老同学争取一下 进入徐氏投资摸鱼的机会呢 现在好了 干脆整个部门都被裁掉了 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不过他肯定很不好受就对了 徐 徐总 你好 好久不见了 苏健此时颤颤巍巍地走上来大笑 徐琳娜没有理会他 反看了我一眼 老公你前几天看电视剧时 不是吐槽过 华庆娱乐投资的一部新剧 花那么大的钱制作 结果请来的都是没有演技的小鲜肉 吐槽说可能被吃回扣了是吗 那我就想着 要不给华庆娱乐来次大清洗吧 哎呀 这不是苏总吗 好巧啊你也在这里 徐丽娜此时才故作 发现苏健的样子 把他给刺激的脸都黑了 却敢怒不敢言的只能陪笑 而我老婆却笑不出来 冷声说 我在来的路上已经安排了通知 给你七天时间 办理离职和工作交接 什么 徐总 我 苏健神色俱变 跪在地上语无伦次 眼见着就要抱着我老婆的大腿 我赶紧冲上去一脚把她踹翻在地 不要用你的脏手碰我高贵的老婆 衣服脏步了一点 你赔不起 什么 老公 你被开除了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凭什么开除你啊 我告诉你 你如果真的被开除了 那我们就分手 赶紧和我说 你是在开玩笑的 凑过来的张安妮也有些情绪失控了 对着苏健全打脚踢 大喊大叫 你给我闭嘴 苏健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他捂着脸被打猛了 果然不发颠了 然后尴尬至极的冲我笑 那笑容比哭都难看 那什么楚先生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对此事我压根而不知道 你和我女朋友 啊不是 前女友的事情 我也 不用多想什么 我打断她 冷声说道 我开除你 没有误会 单纯是因为 你是太多回扣了 如果不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 你现在根本不会在这里 而是已经坐冷板凳 在附数你利用职权 吃了多少公司的资金 苏健的父亲 是我老爸的老员工了 是陪着我老爸 从低谷爬起来的 所以怎么着 也要给他老人家一个薄面 既然我老婆来接我了 那我也不久待了 牵起她的手才走两步 想起游艇中的一片狼藉 我又折返回来了 对了 你女朋友指使他人 打砸我老婆的游艇 其中有不少是 有价无视的藏品 还有被多芬演奏过的钢琴 这个钱 我也不和你多要 也不走定损了 给你卖个面子 一会儿我会叫人 把账单送到你的手上 毕竟你女朋友说 你可以赔说完 我笑着 拍了拍 早已傻眼了苏健肩膀 楚生 你 张安妮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一时间信息量太大了 CPU都快干烧了 徐琳娜挽着我的手 在她眼前走过时 刻意冲她勾起红唇笑了笑 简直是杀人诛心 张小姐是吧 我还要多谢谢你 把这么好的男人让给我 当初你为了勾搭富二代 不惜污蔑诋毁的男人 其实比你想象中的 更加不简单 你讲过有人会开着 劳斯莱斯去捡垃圾的吗 呵呵 你勾搭的那个富二代啊 即便是在当年 我老公家里出现危机也比不上 可惜了啊可惜了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说的就是你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你应该不知道吧 你家苏建任职的华庆娱乐 是我老公名下投资集团的子公司 也就是说 她是给我老公打工的 哈哈 你如果当初能坚持和她在一起 相信这个惊喜 可以让你自豪一辈子 现在好了 你要后悔一辈子了 把这么好的人让给我了 让我成为了现在储家的少奶奶 你就差那么一点 差那么一点 少奶奶就是你了 听完徐琳娜杀人诛心的话 张安妮整个人都僵住了 而她则是仿佛胜利者般 发出大笑拉着我离开 你说什么 你把楚先生和徐总的游艇给砸 好好好 张安妮 你哪来的胆子啊 我告诉你 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 你他妈的害死我了 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后 苏建整个人气急败坏的破口大骂 直跳脚 呜呜呜呜 不要 不要啊 我不和你分手了 你要帮帮我啊 你一定要帮帮我啊 张安妮也被吓到了 哭得那个脚泪流满面 也不知道她现在的心情有多精彩 帮你 他妈老子现在都保不住自己了 苏建一把将张安妮给推翻在地 追上要走远的我们 徐琳娜不耐烦的挥挥手 随行的保镖立即上前 把她给拦住了 不要意思苏先生 在没有处理完赔偿之前 你不能离开这里 苏建被拦住了之后 他直接是恼羞成怒了 冲回去抓起张安妮的头发 一个劲给他吃大嘴巴子 边打还边骂骂咧咧 边上围观的老同学 一个个在阴沉着脸 谁也没有上前制止 包括舔狗哥 坐上车的我 无奈的脱下晚礼服 我总算知道 你为什么今天出门前 非要我穿这套衣服了 因为扬帆起航的工作人员 也是穿的这种款式的衣服 看起来 我确实和个服务生没有区别 啊哈哈 被你发现了呀 嘿嘿嘿 此刻的徐琳娜 完全没有刚才的霸气了 像个小女生似的 依偎在我怀中 露出巧洁的笑容 让我猜猜啊 你是不是被那群同学 给瞧不起了 你一定没少受委屈吧 委屈到没有我无奈的撇嘴 只是挺无奈的 也挺恶心的 拜高踩低 大家少爷 家道中落 忍辱负重多年 一招同学聚会 暴露身份 原来是家族扩少 哎你说 这个题材怎么样 干脆写出来 拍成影视剧得了 肯定有很多人喜欢看呀 可编了 我搂着他的腰 摇头笑了笑 念在同学一场 我不会把事情搞太难看 你呀 就是太善良了 活该被欺负 如果今天不是我来了 天知道你会怎么被欺负 他埋头在我怀中 心疼的用力抱住我 我不能随时在你身边保护你 下次欺负了 你要知道反抗 知道吗 你也给我记住 你只能被我一个人欺负 好 我答应你 我心里暖暖的 也用力的抱住了他 跳往窗外的夜景 思绪开始乱飘 我和徐琳娜 可以算是青梅竹马吧 很小就很认识了 因为两家是市交 关系往来很近 幼稚园一起去 小学也一起上 初中也没分班 知道 在上高中前夕 由于我老爸 在商业上的错误布局 导致资金链断裂 背上了巨额债务 后来嘛 他就消失在了我的世界 而我也转学去了普通高中 过上了节俭的平凡生活 说起来 我也不知道 徐琳娜是在什么时候 喜欢上我的 很多次问过他 他也总是抱着我 含情默默地说 你猜 但我知道的是 即便是家道中落 过起了普通的生活 他也没忘记 暗中关注我的一切 我被欺负了 他会找人 把人教训一顿 第二天 对方会来找我道歉 我一脸茫然 是直到后来 在大学时期和张安妮 发生那件事情后 我才知道 他一直在暗中保护我 当年 我快毕业了 即将进入社会的迷茫阶段 我在纠结是去找工作 还是回去上班 反光张安妮 则是早早选择好了目标 找工作 不可能好吧 不想当打工人 他有个远大的目标 就是成为有钱人家的夫人 为此 勾搭上了个富二代 结果没多久 富二代发现了我的存在 有些恼羞成怒 二选一 根本不用犹豫 张安妮果断地选择富二代 装出自己是受害者的模样 诉苦 说是被我用各种下作的手段胁迫的 在他的描述下 我成为了个 十恶不赦的心理变态 因为喜欢他 而心理扭曲 对他进行全方面的骚扰 包括但不限于尾随 偷拍 偷窃丝 密衣物 说到最后 直接来了个重磅炸弹 竟然说我为了满足一己私欲 把他灌醉 然后 富二代听完这些指控 直接上头人都快炸了 直接向派出所和学校举报了我 然后这件事情 瞬间失控了 张安妮也没想到 一个善意的谎言会搞成这样 他已经骑虎难下了 只能为保持谎言不被拆穿 继续扮作受害者 把这场戏演完 联合其他关系好的人 在学校论坛上 开始戏数 我犯下的错直接虚空所谛 这一篇小作文出来 谁能够顶住啊 直接在学校引爆 难以想象的舆论浪潮 而当时的我 正忙着创业 不论是为重塑处家往日的荣光 还是为了自己和他的未来 至少不能让他跟着我吃苦是吧 可当我知道这一则消息时 我一下子差点两眼一黑 他为了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居然把我贬低成这样 当见到他对着校领导 和派出所的人 声泪俱下的控诉 我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时 我可以说是脑子一片空白 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加上有不少人出来作证 表明我确实这么做过 是在用某种行为控制张安妮 校方根本没有声 入调查 直接就定了我的罪 所有人都不相信我的一面之词 就连派出所的人都要把我给抓走了 而在我最绝望的时刻 徐琳娜走了出来 在众多声讨我的声浪中 她选择相信我的声音 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就像是在汪 扬大海中 摇摆不定的小船 看似弱小实则不会翻 她动用了一切人脉 为我擦干净泼在我身上的脏水 后来 当所有证据摆在台面上时 要把我抓走的人却哑口无言了 绝口不提怎么处理 我的污蔑我的张安妮 校方领导则表示 这件事情是学校内部的事情 就不劳烦派出所了 把他们给打发走了 后来和我协商说 这件事情如果爆出去 会对学校的声誉造成不小影响 能不能压下来 我很可笑啊 为什么控诉我的时候 就不会对学校有什么影响 现在知道我是冤枉吗 反倒会对学校造成影响吗 感情张安妮是学校的学生 我就不是学校的学生了呗 当然 我有很多怨火压在心中却没有爆发 因为当时的我根本没有底气进行抗议 如果没有徐琳娜 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鉴于多方面的因素 我最终选择了隐忍 事情的真相也被压在学校高层领导之间 但我也不是吃了哑巴亏 利用这件事情和校方进行交涉 争取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几年后 留学归来的我 利用在华尔街实习时的经验 从我老爸手中接过重担 把摇摇欲坠 准备再次破产清算的处事集团 一步一步做了起来 加上有徐琳娜的帮助 很快就站稳了脚跟 反而还超越了当年的鼎盛时期 成为了行业中心的产业巨头 对于当年那些误会 我也一直没有处理 所以直到今天 我在所有师生口中 依旧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对于这些事情 你真的不在意了吗 怎么着吃亏的是我们 受委屈的是你啊 我有什么好在意的 我回答徐琳娜的话 说 如果是在今晚之前 我或许也会在意 同学们对我的看法 可经过今晚之后 发现他们和当年一样没有改变 自持清高拉踩他人 你说 我还有必要和他们解释什么 现在的我们 已经是两个阶级的人了 是两个互不相干 没有交集的世界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他们在乎的 只有身份和地位 就如同当年的我在他们眼中 是没有背景没有地位 天天翻拉肌桶的穷小子 他们把我踩在脚下 只会有高人一等的忧郁感 不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可耻 如果是现在呢 我处事集团 行业的巨头 十万以上的员工 商业布局遍布各行各业 白的 会被说成黑的 死马在他们口中 也会成为活马 我为何要在意他们 如果和他们争论这件事情的对错 可以让我的目前的产业 能够再上一层楼 那我当然会和他们掰扯掰扯 可惜了 我拉起徐琳娜的手 抵在嘴边吸了一口 有些人在你我的生命中 只是可有可恶的过客 你我才是最重要的彼此 我们彼此的精力和时间 应该用在我们彼此的身上 而不是在这些琐事上 只会徒增不快 你说呢 老婆大人爱要 油嘴滑舌的 她翘脸羞红 双手环抱我的脖子 错过来亲了我一口 果然就像我说的那样 在我的身份被外界知道后 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许久不联系的同学 突然找上门来 回忆起了当年 那群当初做伪证的同学 则是被开除了学籍 连同学会都没有份参加了 曾经一口一个叫我垃圾了 瞧不起我的家伙们 现在一口一个楚歌楚歌的叫 特别是张安妮 不知道发什么颠 给我发了无数条好友申请 把我给整麻了 不知道在哪里问来的我电话 打一个我就拉黑一个 足足拉黑了几百个 后来我听别人说才知道 他这么疯狂的联系 因为已经走投无路了 苏健那天晚上在港口 暴打他和舔狗哥一顿后 看见送来的五千万美金的索赔 直接完不起的人间蒸发了 那没办法了 只能找上始作俑者 张安妮和舔狗哥了 他们哪里赔得起啊 现在好了 准备可以进去包吃包住了 哎呀喂楚歌 你不知道啊 那天苏健可是把安妮给打得鼻青脸肿 据说孩子都被打流产了 有不少好事者 七嘴八舌的 我说八卦 我听着倒是没有啥感觉 这件事情和我也没有关系 对吧 说来也是神奇哈 原本从来不会和同学 联系的我 经过那天晚上之后 每天爆出来的老同学 都快能排队到法国了 大家说话都是客气了不少 也如我所说的 要把时间和精力 放在更在乎的人身上 完全没有理会他们 因为 我老婆徐琳娜 已经快要生孩子了 虽然她也听我的 不会去追究这些事情的对错 但她还是很心疼我背着黑锅 在张安妮和舔狗哥 准备走先任国外逃避赔偿 被抓回来后 她向媒体公布了 当年闹得不小舆论的事件 澄清了我的罪责 当年关注过这件事情的人 这才恍然大悟 这是被人当枪使了 追着无辜的人骂了这么多年 一时间 又有不少人 借着认错道歉的口吻 频繁地添加我的个人社交账户 把我搞得头都快大了 也像我说的那般 对于当年的这件事情 我早就不在意了 但也不代表我会轻易地原谅 当然了 我也没有理会这些迟来的道歉 毕竟谁知道他们是真心诚意的 还是另有所图的呢 坐在庭院中 抱着一压血雨的儿子 我的心底是一片柔 软 瞅着不远处的在晒太阳的老婆 要不我们去国外吧 为什么呀 在国内不开心吗 也没有 只是想换个地方生活 也让儿子离开这是非之地 毕竟来认亲的人太多了 我苦笑道 在我儿子出生到现在 已经快两岁了 已经有超过百个不认识的干爹了 我实在无力招架 哈哈 好呀 去国外也好 至少能让我们的儿子 远离这些是非 以后教育儿子 你的这些光荣事迹 肯定是少不了的 怎么着也得叫儿子 擦亮眼睛 把人给分清楚了哼 徐琳娜走过来 轻轻地保住了我 嬉笑着打去儿子 脸上竟是温柔 说呗 老爹年轻时走过的坑 比他吃过的饭都多 我搂住他 轻轻地亲了口 说道 说不定在他跌入低谷 最无助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善良又温柔的天使出现 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光芒 照进了他的心 后来 我们一居海外 躲着一波的风头 那些来认亲的人 找不到我之后 自然也就放弃了 过去了几年 孩子也到了读书的年纪 在我去幼稚园接他时 看见有个小女孩 拉着她的手哭的那脚一个小可怜 问我的儿子 明天你还来吗 明天我们还是朋友吗 我不由名嘴倾笑了 回想起在很多年前 我在幼稚园准备放学时 徐琳娜也拉住了我的手 问我明天还来不来 在她当时天真且幼稚的理解中 只要进入了幼稚园中 那就和外边是两个世界了 彼此只能在幼稚园中才能见到 在外面就见不到了 即便我家和他家就隔着一条路 那么远 夕阳西下 我牵着儿子的手 我们俩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远 他问我 爸爸 明天我还能来幼稚园吗 我想找朋友玩 我回答 当然可以啊 不过你要小心哦 小心朋友成了 全文完